像我在大陸也住了5年 沒有辦法講真話 偽裝自己然後沒有辦法去聲色交到好朋友 他這個國家是沒有辦法照正常的概念去跟他說同 我也放棄了我的那個資產 可是你自己去了你就會真的聲色感受 真的不是人住的地方 連他們當地人都跟我們講 我說你們台灣人真的很信 不要真實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我們大選才剛結束兩天了 今天太平洋島國的諾魯 就宣布與我們中華民國斷交 轉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說到這裡先等一下 請大家在外交上歸對一下好嗎 這已經不是諾魯第一次跟我國斷交了 早在2002年諾魯就拿金援威脅 如果台灣不給更多錢的話 我就跟中共國建交 於是片面宣布斷交 但當時啊中共國並未與其建交 那在2005年啊 諾魯又灰頭土臉的跑回來說 我來要跟你們台灣啊 跟你們中華民國恢復邦交啦 直到這次大選啊 諾魯看準時機說 如果你們在大選完啊 不給我們天價的金援 我就要跟中共國建交 可想而知啊 弱魯他也是要從這兩國中間啊 看哪一邊可以給他更多的好處 而去跳槽 而中共國跟2002年不同 是因為換了領導人 所以這次的領導人 聖上啊 浩大喜工也在想要讓台灣難看 所以有了今天的這一幕 也在威逼利誘對吧 所以我想問一些台灣的人 如果你跟著中共在痛罵我們台灣 你是何居心 給天價的金援 你要說台灣政府浪費錢 不給了就斷交嘛 那斷交了又要罵 所以要給還是不要給 那今天取決關鍵點是 要不要讓中共開心對吧 今天我們台灣沒有對懦魯 做出任何不妥不友善 甚至傷害他國公民的行為 甚至我們也沒有說 我們要去佔領懦魯對吧 在金錢的誘惑下被斷交 那問題點怎麼會在台灣呢 問問你們平時交的朋友 會希望是用金錢買來的朋友嗎 我就問問台灣2350萬人口 有護照的人口約1400多萬對吧 那請問這1400多萬 有多少人去過懦魯 包含那些跟著中共在痛罵台灣的 那些舔工台灣人 你們平時關心懦魯嗎 你們去過懦魯嗎 台灣出事的時候 是日美歐幫忙還是懦魯幫忙 斷交也好啦 因為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洪都拉斯已經示範過給你們看了 斷交之後洪都拉斯的蝦農啊 魚蝦產業啊 哇名不聊生啊 本來說中國可以賣到更好的價錢 結果中國現在還不買 還說要給他們更低的價錢買對吧 後悔了後悔沒用 剛好我們的錢可以省下去做更多的 務實外交 記住中華民國台灣的困境啊 不是在於外交的邦交數量 而是在中共身上 是誰打壓我們 是賴清德嗎 不是是聖上 是配合聖上的在台灣的那些 是中共同路人 今天胖虎叫小夫等人 不要跟大雄做朋友 結果大雄父母痛罵大雄 你聽一下這是什麼道理 你們都是這樣教小孩的嗎 如果賴清德勝選 會讓中共生氣 不就代表我們在朝對的路在走嗎 讓中共生氣苦惱的事 不就是因為你選到了這個人 阻礙到他統一台灣的進程嗎 加大了他統一台灣的困難度嗎 所以他生氣嘛 是不是這個道理 你今天讓中共開心 不就代表中共他認為 我可以很輕鬆的統一台灣 我甚至可以不用動武 我用這個抖音也好 我用這個軟實力的文化交流也好 我用金錢也好 反正我不在乎中國人民 餓不餓死 窮不窮死 我只要花多少錢 把台灣弄過來 成為我歷史上的一個政績 反正之後台灣人民的錢 也會變成我造家人的 台灣人民到時候窮 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你們沒有槍桿子 美國也從此不信任我們了 所以啊 在中共認為很輕鬆的情況之下 何須再用斷交的手段 讓台灣內部的人民矛盾呢 我繼續讓台灣人最深夢實 放棄國防 放棄兵役 選個馬文軍 美國不敢賣武器 沒有其他國家 敢繼續跟我們合作 台面底下的那些 不要讓中共看到的秘密武器 或是我們台灣有什麼 讓中共 喔 台灣有這個東西做啊 你覺得還有幾個國家敢啊 繼續投馬文軍嘛 這個時候打過來 最簡單 成本最低對不對 所以我的天 如果你們真的怕死 請你們支持我們的國防 跟我們有力量的盟友 讓中共繼續花時間 延後 提高打台灣的成本 這樣你就能避戰 這樣你就不用怕死了 懂了沒有啊 帶大家來看一些中國網友的留言 第一 支付寶到賬 一億元 這個在嘲諷中共 花人民的納稅錢 去買邦交對吧 他們人民自己也看得很清楚 支持 看看今年是不是能降到10個以下 出來學地理課了 關注信念禮物 給彎彎的信念禮物 給老賴 當頭一棒 哈哈哈 選擇了光明啊 這是 這個名字和瑪瑙差不多 查了一下 諾魯是太平洋的島國 面積只有21.1平方公里 相當於上海黃埔區 人口1.3萬 請問是哪一個大國呢 咱們去諾魯 有直飛航線嗎 有免簽嗎 要開啟魔法模式啦 又增加地理常識了呢 對吧 其實嘲諷 中共的網友也不在少數 中國現在經濟差成如此 相信不用我再多說 數據 你們也可以看到哦 理性科學務史的數據哈 實際網路上拍攝的影片也好 一堆爛尾樓市起 爛尾樓市越來越多 外商測試也是 越來越多 股市大跌不齊 上海那一棟最高的樓啊 入住率只有30到40% 我們1017葉入住率是95% 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樓蓋那麼高 是蓋什麼面子工廠 北京上海機場冷冷清清 什麼叫做經濟不好 大家不敢消費 觀光客外商人數越來越少 請問台灣有嗎 桃園國際機場有冷冷清清嗎 沒有吧 出國回國都排隊排到被死 對不對 帶大家來看一下 上海1月10號的機場 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也就是今年打磚車的人都幾乎都少很多了 今年打磚車的人都不打了 都不打了 也不是不打 少了 少了 以前堵車都走不動 現在都沒人 都沒人 一點人都沒有 那酒吧沒活 酒吧那個都長草了 連車都沒有 以前汽車都沒有 汽車都沒有 汽車都少了 都少得太多了 很明顯 酒吧就是有錢的人 酒吧消費都 對呀 你要少了 你要一個少了 這個這個 這個模特 這不是好 什麼夜上海 黃埔區都沒了 所以你就知道了 台灣有這樣嗎 沒有 這才叫做經濟不好 台灣很多階層的世紀 到今天還在吐罵台灣經濟差 甚至在讚揚中國 你看一下今天啊 上海機場冷冷清晰 上海的計程車司機 北京的計程司機 要等到多久才有一單 我在網路上看到 非常多的司機 都說平均四到六個小時的機場 才有一單 拜託你們多看看這個世界吧 台灣在走正確的道路發展 外商敢投資台灣 也做過很多政治戰爭 經濟的風險評估 對台灣是有信心的 所以他們才敢投資 對吧 自己也要點信心 讓敵人知道打我不容易 你要付出的代價更多 你要面臨的是全世界 由美國為首的圍堵 你把台灣打爛了 你自己會更難受 因為你面對的不是只有台灣 你拿到一個破破烈烈的台灣 你得到了什麼 你失去了一切 你失去了全世界 說句更難聽點 李毅啊 他是中國巫統大士 大家都知道對吧 他做過非常多研究 他不是小粉紅 張口就來 你們可以看 雖然他是主張要收復台灣 要巫統台灣的 但是他都是講出有模有樣的數據 他也研究過 打台灣要付出的代價非常大 要死1.4億人 這個死亡是惡戰了兩到三倍的人口 他也知道打台灣必須跟日美開戰 他跟小粉紅差太多了 小粉紅是張口就來 我坐在家按個按鈕飛彈就炸過去 台灣就收復了 不是 人家是真的有做功課 而我為什麼知道他有做功課 因為我有做功課 雖然我討厭他說的話 但他說的都是大實話 小粉紅會說什麼 按鈕按下去啊 中共犧牲領 台灣2350萬 S 你信啊 那你早就收復美國了 所以你認為中共真的敢付出 比二戰全球S人數兩到三倍的代價嗎 當中國人民看到這個代價 高過於維護共產黨的時候 就是共產黨的滅亡之路 沙俄跟德皇在打一戰的時候 國內內亂導致他們失去權位 對吧 聖上比我們台灣人更怕的 他怕到身邊的那些親信 親自提拔的人都不見 半軍如半虎 你以為他身邊那些李強那些人很開心 齁 多了解中共一點 你對他的恐懼會減少更多 人就是因為不明白 而恐懼感到害怕 最後帶大家來看一下 有中國媒體問台灣網友 如果你是台灣省 你要回歸嗎 我們看一些搞笑的留言 下面網友說 那我肯定是保持現狀啦 我不願意 而且我這次會投爛 為收復台灣 我真的願意付出生命 中華民族大一統 合同已經無望了 武統還要等什麼時候呢 咱們感情越來越斷了 無所謂吧 台灣尤其是年輕人 你問他們願不願意回歸 估計 跟我被問願不願意 被台灣統一的心理一樣 差不多啦 肯定不願意啊 人家股市一年漲了30% 我們跌了10% 鬼才願意回歸呢 蔡蔡子瘋狂挑釁 結果直戰8年 笑納8000億美刀 台灣人均超過日本 亞洲第一 股市更是創新高 挑釁老美和大毛會吃槍子 挑釁大陸會越吃越肥 有誰願意併入一個不如自己的家庭區 肯定不希望啊 他們去美國、日本、韓國都是免尖的啊 你不如直接問 你喜歡加班到除夕嗎 你喜歡吃地溝有嗎 你喜歡公灘嗎 你喜歡學區房嗎 兩岸不能和平同一 根本就是台灣人不認大陸的社會制度 不回啊 等回來房價漲了 醫療短缺活不活不起死不起嗎 人家過得好為什麼要回歸 我是股民 你覺得我是願意還是不願意的 現實邏輯就是 不同意有什麼好處 同意了和大陸一樣 有什麼好處呢 問問南韓願不願意回歸北朝鮮的懷抱嗎 不願意 自己的國家什麼樣子不清楚嗎 真的也想讓台灣人 過得跟我們一樣的日子嗎 中國歷史上哪一次統一 是靠自己狠的 怎麼敢打 自己財產都不敢公開 中國官員財產是不公開的 你們可以看到 下面真的這個是大概三年前 看不到的留言狀況 你知道中國共產黨會壓制言論 但如果你看到中國共產黨已經壓制言論 還看到這麼多的話 就代表壓不住了 跟他的失業率一樣 中共在關閉這個失業率之前 公佈的是20點多%對吧 但是你要知道中共是壓制的 然後他用很多手段 這個我以前影片也分享過 什麼手段去撇除掉這個失業率 讓失業率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你還是20多% 所以你撇除掉這些壓制跟中共的精神 讓你看不到 這個失業率 遠遠是比20多%還要多的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集見 拜拜